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第31期下集 数据上回 我们说到了葛文耀和平安之间产生了矛盾 迟早会被引爆 而谁也没想到 导火线竟然是一块手表 早在2009年 葛文耀在一次去天津考察的过程中 参观了有着国民万表之声的海鸥表生产线 顿时新潮澎湃 无法自持 他觉得他再次看到了一个明明可以好好发展 却没有能做好的中国好东西 葛文耀下定决心要从海鸥表入手 开启佳化的高端时尚品牌之路 时隔三年 2011年上海佳化优秀的业绩表现 让他觉得 收购海鸥手表时机成熟了 然而就在葛文耀拿着平安在竞标时 曾开出的投资10亿元 帮助佳化进入珠宝、表业等时尚领域的条件 兴冲冲地去找平安时 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在平安看来 刚刚改制一年就要放下主营业务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投资海鸥手表上 风险实在过高 且即使做起来了 想要盈利估计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海草集来说也是做了7年后才开始盈利 而以信托资金入局的平安 等不起这个7年 除此以外 当初操盘平安收购佳化集团这一项目的 平安信托直头部副总经理陈刚 在此前3月份 刚刚从上海的平安信托直头部 前往平安在北京的其他部门工作 陈刚在平安与佳化的谈判中 起到了很重要的助推作用 他对葛文耀为上海佳化设定的未来发展路线 很是认同 并给葛文耀立下了很多口头承诺 项目开拓完毕后 后期运作部分 平安信托没有交给陈刚 而是交给旗下全资子公司 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负责 这位后记者并没有继承 陈刚与葛文耀达成的理念共识 陈刚立下的口头承诺 更是连一纸空文都算不上 尽管已被平安拒绝 但作为职掌上海佳化近30年的掌舵手 葛文耀早已习惯自己一言九鼎的管理风格 此后 葛文耀不顾平安的反对 多次向外界表达 想要收购海豪手表的意向 这自然让同样强势惯来的平安 倍感不满 与此同时 即使上海佳化业绩很好 平安还是希望通过更多的渠道 来回收资金 而不仅仅是依靠实业发展这一条路 于是 平安开始考虑处置佳化集团旗下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资产 平安的想法是 任何一个投资机构 当然希望收益高一些 闲在那个地方 不能产生收益的 你放在那里干啥呢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曾被平安考虑出售的 包括位于三亚的万豪酒店 和陆美装程公司 甚至还有佳化集团大楼 葛文耀对此 同样以激烈的姿态进行抵抗 和过去一样 葛文耀再次直接对外发声 表达不满 他说 平安想卖佳化集团的酒店 大楼资产变现现金 他们已经卖了一块佳化的土地了 这违背了当初的协议 强势的职业经理人 对上更加强势的大股东 双方的蜜月期草草结束 矛盾迅速激化 11月18日夜里 葛文耀在个人微博发声 平安收购的是集团 只是间接拥有上市公司27.5%的股份 我这董事长才代表广大股东利益 至此 这里就成为了日后 佳化平安之争的舆论主战场 且葛文耀在这一战场上 获得了大众压倒性的支持 然而在资本的世界里 比拼力量从不看人头个数 葛文耀微博声称 自己代表广大股东利益后 不到半个月 上海佳化就发布公告称 拟改变董事会结构 将董事会成员从6名扩至8名 其中包括独立董事和董事各一名 并取消副董事长职位 而候选人名单里 平安信托董事长董凯赫然在列 更关键的是 董凯的名字后面 附着一张反对票 这意味着平安终于开始做出实际行动 谋求在上市公司上海佳化的更大话语权 与此同时 平安的这一行动 遭到了葛文耀率领的 县上海佳化管理层的部分抵制 随后12月18日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媒体报道所言 在这次大会上 同时决定的 还有资产变卖和海欧手表投资两项议案 根据后来的结果公示 董凯最终没有在此次换届中进入董事会 资产变卖一事被董文耀极力阻止 也没有了下文 而海欧手表的投资一事 则又平安占了上风 董文耀最终无奈改口 称英伟股东不同意这个项目 上海佳化不会再推进海欧手表的收购 但是他可以通过个人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这看上去应该是各方博弈后 各退一步的结果 但这次的退一步 带来的却不是海阔天空 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据传在会议上 平安信托某位高管问董文耀 董总 你是不是想去上市公司拿工资 要知道 董文耀当时是从佳化集团领取工资的 董文耀认为 平安的这种表态 是在暗时期要搞清楚 自己应该代表谁的利益 如果无法和平安保持一致 那么就不要在佳化集团担任职务 从后面的事情来看 董文耀的解读是相当正确的 随后 佳化平安之争 也终于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2013年5月13日 对于购买了上海佳化股票的股民来说 恐怕是至今难以忘记的一天 当天开盘前 中国日化龙头 上海佳化的董事长董文耀发布微博 说企业遭受政治风波 是对企业和员工的一种考验 亦有所指的抨击上海佳化的大股东 平安信托 反应最快的永远是股价 当天 刚发完优秀的年报和一季报 股价突破历史最高值不久的上海佳化 开盘一度大跌8.25% 这背后的原因 和董文耀的微博下面 最多的评论是一样的 董文耀这是要和平安开战了吗 股民们纷纷揣测 平安会如何应对董文耀的寒沙摄影 是会视而不见 还是直接挑明 然而 所有人都万万没想到 当晚9点 平安信托发布公告 并没有搞太多歪歪绕绕 直接以涉嫌存在经济违法行为为由 罢免了董文耀的佳化集团董事长 与总经理职务 属于这位佳化教父的 66岁老人的危机时刻来临了 这份公告的具体细节是 自3月份以来 平安信托陆续接到上海佳化内部员工举报 反映集团管理层 存在设立账外账、小金库 个别高管、涉嫌私分小金库资金 侵占公司和退休职工利益等 重大违法违纪行为 涉案金额巨大 因此平安信托依照公司章程 发起对葛文耀及相关高管的调查 并由平安信托副总经理张立庆 接替出任佳化集团董事长职位 在此之前 葛文耀及上海佳化财务总监 董密等高管 曾于3月份开始减持公司股份 随后 葛又在5月7日再度减持 合计套现891万 这两次减持曾引发股民质疑 管理层是否对上海佳化的发展失去了信心 现在看到平安信托的这份公告 大众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3月份 葛文耀等管理层与大股东的关系 就已经剑拔弩张了 一时间舆论哗然 上海佳化成为了资本市场的焦点 无数的视线聚集在葛文耀与平安的身上 等着看到底是谁 能够赢下这场上海佳化控制权之争 5月13日晚 平安发布新闻稿澄清 这项决策在5月11日就已做出 并与当天通知了上市公司 但上市公司是否及时公告 则由上市公司自己决定 话里话外都暗示 是葛文耀一手压着公司不让公告 导致了信息披露的不及时 14日5月1点 上海佳化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严正声明 一一驳斥了平安对葛文耀的账外账 小金库等指控 力挺葛文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条立场分明的官方声明 并未使用正式的公司罕见形式 也没有加盖上海佳化的公章 仅仅是一条简单的长微博 从法律层面来说 没有任何效力 早盘前 上海佳化 以你披露重要事项为由 申请临时停牌 并于当天傍晚发布公告称 葛文耀虽然确实已经不再担任 佳化集团的董事长 但仍是上海佳化的董事长 正常屡之中 这份正式公告 自然不像微博声明那么明目张胆 但隐隐站边葛文耀的意思 依然不难看出 要知道 此时的上海佳化 十大股东的总持股比例为46.45% 其中 平安信托通过100%持股的佳化集团 间接持有上海佳化26.78%的股份 是最大股东 平安信托之下 持股比例第二的义方达基金 则仅仅持有3.27% 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葛文耀 即使通过多次股权激励计划 分得92.0114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只有0.13% 可以说 从股权结构上来看 平安绝对掌握着 对上海佳化的最大话语权 而在大股东平安明确表现出 对葛文耀的不喜甚至厌恶 想要把他踢出局实 上海佳化这家上市公司 却还是表达了支持葛文耀的官方立场 这意味着 此时的葛文耀 还是牢牢把持着上海佳化的经营权 拥有比平安更大的影响力 基于此 葛文耀面对平安的发难 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 在13日到14日凌晨 连发数条微博 他先是痛批平安 称平安进来后就一直在卖资产 佳化集团名存实亡 又回应了关于账外账和小金库的指控 认为这是佳化在国企体制下 为了提高企业凝聚力的灵活举措 绝对没有违法 顶多是擦边球 一位并购专家针对此事说 国企小金库等问题其实一直存在 由于传统国企员工 待遇较市场化企业低了不少 国企改制过程中 出于公平性考虑 一般会对离退休人员补一个待遇差价 在新股东控股后 如果认可此事 则大家相安无事 但如果不认可 也情有可原 毕竟这会使企业 一下多出几百上千万的成本 而平安 不管是从企业成本角度 还是从葛文耀口中的政治斗争角度考虑 都是铁了心的不认可了 一例促成佳化改制 将佳化平安收购案 树立为上海国资改制一面大旗的上海国资委 面对平安和葛文耀 撕扯的这一地鸡毛 自然是十分难堪的 于是14日 上海国资委火速介入 开始对双方矛盾进行协调 并要求双方均保持沉默 有一位接近葛文耀的金融从业人员 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他推测 平安原本的打算是 在审计时找到把柄 在5月16日股东大会前突然宣布 打葛文耀及管理层一个措手不及 从而便于在股东大会 说服其他机构投资者 把葛赶下台 然而 葛文耀的28年 到底不是白待的 基金机构对于平安这种做法 反应激烈 纷纷跑路抛售股票 小散股民也群情激愤怒骂平安 经过13日的大跌后 上海佳化在14日宣布临时停牌 15日后复牌 上海佳化的股票 直接一字封板跌停 甚至连中国平安的股价 都遭受了巨大波动 从13日到15日连续下跌3天 总跌幅达11.21% 国资委的调停 加上投资者的强烈反对 使得平安不得不暂停了行动 16日 上海佳化年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 仍作为上海佳化董事长的葛文耀 如公告所说 正常屡职 上台向股东们汇报公司 过去一年的发展情况 平安方面 只有委派到上海佳化的监事长 朱易江一人出席了会议 结果不幸成为了股民们 发泄的激活点 有股民气势汹汹地向朱易江提问 甚至直接大声开骂 但被葛文耀拦住了 说他层级比较低 不要为难他 但是层级最高的董凯 已经两度缺席股东大会了 和投资者们一边倒的支持氛围不同 一向自负的葛文耀 却最终服了软 说自己希望能够再干两三年 就看大股东 给不给我两三年时间 他还在此回应了抛售股票的问题 表示平时都是太太管钱 套现是由于家庭出现困难 有财务需要 这绝不代表他对公司的态度 同时他还表示 此前已做好聘请律师 还自己清白的准备 但目前来看应该是不需要了 这些表态一出 投资者们认为 这代表着此事已经调解完毕 告一段落纷纷松了一口气 市场反应同样很快 股东大会结束后 早盘大跌5.15%的上海加化股票 迅速拉升 最终收涨3.6% 中国平安也终止了三连跌的颓势 大幅上涨6.07% 5月17日 葛文耀亲自前往深圳 与平安信托乃至平安集团的更高层 进行会谈 更是被投资者们视为向好信号 这次会谈的内容并未被披露 但从后事来看恐怕并不愉快 会谈结束仅仅三天后 此事再起波澜 5月20日 一封举报上海加化体外神秘账户的匿名信 被发送至各大媒体 直指公司存在利益输送嫌疑 上海加化股价再次应声下跌 当晚葛文耀再次利用微博 对平安进行声讨 匿名信这招也使出来了 前驴记穷了吧 我本已停战 被逼出来的 抱歉 就在大家以为新一轮战争即将掀起的时候 葛文耀再发微博 有人短信我 所谓内部人匿名信事件 非高层所为所愿 是上海某些人在策划 我愿意相信 再次释放停战信号 这话中的信息量实在太大 公众议论纷纷 但不管是平安还是葛文耀 又重新开始保持沉默 不再回应 在投资者们的坠坠不安中 上海加化依托漂亮的业绩 股价一路走高 并在半年报发布后 达到了阶段性峰值 54.87元每股 要知道 上海加化的历史最高值 也不过是今年5月18日 刚刚达到的62.22元 就在大家以为 加化和平安的这场内斗 已经彻底结束时 9月17日晚间 上海加化突然发布公告称 董事长葛文耀 因年龄和健康关系 申请退休 次日 上海加化股票一字跌停 并于之后的一周内 下跌了20.5% 为什么平安在葛文耀 发出停战求和信号后 依然要坚决地把他赶走呢 一直到2018年 葛文耀才从陈刚处 得知了原因 原来 加化集团一位 即兴中层干部告诉平安 葛文耀曾说过 平安这么不讲信用 那就给股东多分利润 留给平安一个空壳 正是这个谣言 让平安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葛文耀给换掉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已经习惯了 在加化集团当家做主 给上海加化开绿灯的葛文耀 开始感到处处受限 憋屈不已 最终还是决定主动离职 据传 葛文耀原定的离职日期 并不是9月17日 但他在当天早晨 收拾东西的时候 被保洁阿姨发现 阿姨逢人就问 葛总是不是要走了 搞得满城风雨 为了不造成信批违规 葛文耀匆忙忙地 于当日提交了退休申请 上海加化长达28年的 葛文耀时代就此落幕 有人分析 葛文耀的离职 其实是为了以退为进 他希望通过辞职先退一步 找到机会再谋求回来 但实际上 在快销领域 人才流动在企业间 相当频繁 只不过葛文耀始终没有适应 从一名实业家 到一名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转换 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10月15日 加化集团 提名原强盛医疗中国区总裁谢文坚 为上海加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0月18日 义方达 惠天赋和华商基金 共同推荐 曾任上海加化总经理的曲建宁 为董事候选人 这几家基金此举 既是为了向平安 表达逼走葛文耀 和突然提名谢文坚的不满 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话语权 然而 当时这三家旗下所有基金 总共持有上海加化18.59%的股票 远远少于平安 因此 10月底 谢文坚还是当选了上海加化董事长 他当选当天 上海加化的股票大跌5.22% 收于43.9元 以此为开场 加化平安的这场纷争 在葛文耀离场 谢文坚进场后 走向了愈发纠葛不清的境地 2013年11月20日 上海加化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称因上海加化涉嫌信批违规 证监会将对其进行立案急查 有知情人士称 平安对于推动证监会 对上海加化小金库调查一事非常积极 可能对于平安来说 即使付出股价下跌的代价 也一定要彻底坐实葛文耀的离开 打消他的影响力 而这一次 上海市政府没有再为葛文耀出面 事实上 对于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痛批国企制度的葛文耀 上海国资委是并不待见的 但以前还是考虑到他确有功劳 而顾全大局 一名对葛文耀熟悉的人士推测 对于已经退休的葛文耀 高层或许是抱着 先看看平安这样是不是行得通的心态 保持了沉默 紧接着 谢文坚又开始大肆清扫葛文耀 遗留在加化的所有痕迹 掀起了第二场内斗 谢文坚不仅撤下了 悬化载总部的葛文耀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还关闭了建政上海加化发展历程的陈列馆 连物品都要被清扫 更何况是人 总经理王卓 财务总监 董密 副总经理等等 原葛文耀嫡系部队 军被排挤 边缘化 纷纷离开了打拼多年的加化 平安由此 通过谢文坚 里里外外彻底掌控了上海加化 2014年11月21日 加化工会向上海洪口区法院提交诉讼 指责葛文耀 通过上海加化前资产管理部总监王浩荣 腾挪侵占了退管会的对外投资收益 多达1700万元 要求索还 葛文耀愤怒地反驳 这纯属无稽之谈 他承认过去曾为了增加收益 以退管会资金 违规参股了互将日化 且未在年报中披露 但这是因为他对相关规定学习不够 不是有意为之 也绝没有非法输送利益 2015年9月18日 谢文坚在公司办公楼前 被一名不明身份男子刺伤 又把这件事的戏剧程度 提高了一个等级 尽管警方在三天后 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但其动机却并未公布 有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葛文耀 他不予置评 但不管戏再多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 最重要的 还是为大股东带来最高的利益回报 谢文坚曾接受凤凰财经采访并透露 平安集团老总马明哲 对佳化的发展十分关注 马明哲告诉谢文坚 佳化对平安来讲 已经不是盈利不盈利的问题 而是平安面子的问题 平安一定要把佳化 管理得比葛文耀在的时候好 谢文坚把从强盛公司学习到的经验 应用到佳化身上 广做营销 甚至以亿元级别的投入 拿下了天猫双十一晚会的独家冠名 然而 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经验 都不可能放置四海皆准 2014年 上海佳化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仅为9.58% 2015年 更是同比下降8.98% 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这实在不能称得上 保住了平安的面子 于是 2016年10月25日 距离谢文坚在双十一晚会上 笑容可掬地为上海佳化天猫店 站台不过两个礼拜 上海佳化就发布了他的辞职公告 三天后 葛文耀发布微博长文 以个人名义举报谢文坚 称其用洪荒之力在花钱 三年就掏空了上海佳化 对此 谢文坚在宣称 保留追究葛法律责任的权利的同时 风轻云淡地回应 他年纪大了 随他去说 而后灰一灰衣袖 留下了一个净利润三年 骤减75%的上海佳化 走了 被平安选中的 夏亿人上海佳化掌门人 是曾任伟达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CEO的张东方 然而 张东方在任的三年半 上海佳化业绩虽有实质性提振 但并未达到大股东的期待 2020年1月16日 葛文耀发布微博 悲伤地称 博莱雅的股票市值已达206.6亿元 超过了上海佳化的206.4亿元 2020年4月22日 张东方提交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 辞去所有职务 离开7年 在微博上提了300多次佳化的葛文耀 或许从中看到了机会 他萌生了重回佳化的想法 并向外界释放信号 称自己有能力 也有责任挽救佳化 然而 通过2015年至2018年的一系列收购 平安已经通过佳化集团 及关联方 持有上海佳化50%以上的股份 获得了上海佳化的绝对控制权 葛文耀曾经心持神网的海欧手表 兜兜转转 竟被佳化过去的一厢收购人 复兴集团收入麾下 曾经跟随葛文耀一路打拼20余年的班底 也早已七零八落 各自有了新的事业 或许 特休斯之传的悖论 如今已成为佳化挥之不去的困扰 每一块木板 都被替换过了的特休斯之船 还是原来那条船吗 恐怕就算老船长再度掌舵 也难改潮水的方向了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我们下期见